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感触 我相信我们在解释 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跟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 也特别强调了一点 其实我只是尽我自己能够学到的可能 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局限性了 我自己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在我能够理解到的过程当中 意识到现实的人的生活 其实真实的生命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上 灵魂出窍 我们看到那篇文章整个解释的 只不过是他意识到人是个载体 他就说意识并不是大脑产生的 意识是大脑产生的 是个伪科学 是在医学上从来没有被证实过 可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人人都以为是那样 那意识不是大脑产生的 扭过脸来他就提到说 意识应该真正的是灵魂产生 而如果灵魂能够摆脱我们现实 我们人的生活这个肉体本身的控制 正想说灵魂出窍所解释 灵魂出窍出来了 他能看得着他的医生 在对他身体的抢救 他能看到他的父母 他的孩子 他的老公 他的太太 围绕着他的身体焦虑的面孔 和大家要这么办和那么办 他能听到他们在说话 可是他的眼睛在他的那块肉上 在闭着眼睛 他的大脑在那块肉上 他脑袋在那肉上 对吧 他并按照我们常常说 他脑可能已经死亡了 可是这个人却全都听得着 看得着 他也能思考 但他没用眼睛 没用大脑 而他能看得着他的亲朋好友 医生和对他的所作所为 而医生和亲朋好友看到的 只是闭着眼睛的 正在被抢救的一个人 人 我们现实生活的人 看到的是这个空间 而我们真实的灵魂 可以看到更多的 这就是非常震撼 这其实真正是石涛 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站在我们真实的生命的永恒的灵魂的一面 看待今天的善与恶 看待今天的一切 有个朋友是年轻的 昨天在网站上给我留言 其实我看过之后 我心里很感触 他说 涛哥 我信你的 上个周末 我到香港去了 我到退党的那个台子那 我自己三退 我亲自做的 听起来是 应该从深圳很便宜过去 可能是啊 那我的感触就是说 为自己的灵魂负责任 为自己生命的真实负责任 而不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欲望 但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呢 其实有一样东西 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人中 在中国人中 是中国人的一份的骄傲 在传递的 那今年 今天 在大家看这期节目的时候 2012年到2013年 整个他的节目 再一次开幕了 今天是第一场 在阿根廷 在阿根廷的首都 布伊诺斯埃利斯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2013年 神韵全球巡演 阿根廷布伊诺斯埃利斯开幕 12月13号晚 在南美阿根廷首都 所有南美巴黎支撑的 布伊诺斯 爱丽斯 拉开整个2013年 神韵巡演 全球巡演的序幕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将在当地著名的花旗歌剧院连演八场 之后 神韵三大艺术团将在为期五个月的时间里跨越北美 亚洲 欧洲 大洋洲等各大城市展示世界顶级的艺术圣典 在我的节目当中 太多集在描绘着人们看过神韵之后 骤然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 骤然明白人生命的意义 有很多有名的人 在艺术界 在文化界 在政治界 无论他是什么 但是他都触及到一个问题 自己到底在干嘛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自己到底在干嘛 那根据阿根廷主办方的发言人 一位幸福的女士介绍说 前三场最高票价200美金的票 全都卖完了 按照南美剧院的规定 在演出场次很多的情况下 最早只能开放三场演出的售票 那文章特别介绍了神韵艺术团 在过去的六年里 在全世界已经上演了1500多场演出 那在2011年 神韵在北美各大城市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而作为阿根廷 一位芭蕾舞演员叫做达勒山多 他曾经连续看过七场的神韵演出 作为专业演员来讲 他是跳白蕾舞的嘛 他讲说神韵艺术家 艺术高超优雅 节目内容精炼 而且涵盖了古老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 传统的信仰价值 这一切深深的吸引我 所以我一次又一次的看 百看不厌 文章同时介绍了四次曾经获得格莱美奖 包括终身成就奖的世界级的女歌星 叫做威卡 2011年在美国圣地亚哥观看神韵后 曾经这么赞美过 神韵优美至极 感人至深 更关键的 他是传递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一位男生所唱的那首歌 他讲说是创世主对世人 对今天能够活着的人在说话 其中包含着至关重要的信息 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 当今世风日下 一场大灾难就在眼前 世上的人正朝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走 我们需要一股可以凝聚我们的力量 自己是唱歌的 在赞美一个唱歌的 而他更加赞美的是那个歌词 歌词当中在告诉了什么 在现实的物语当中 每一个人无可抗拒 但是呢 他有身 每一个人却心灵的深处 深深的懂得 这是不对的 那心灵的深处 什么东西深深的懂得 这是不对的 你永恒的灵魂 那是你生命的真实 这是我们在那么多医学家 我们那么多期节目 现今的医学家 证明的情况下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那这位女士呢 接着讲说 现在整个世界需要更多的精神与信仰 每个人都需要向内找 重拾创世主所赐予我们内心的宁静和祥和 这世上的邪恶所不希望的 所以我们需要克服困难 排除阻力并且坚持不懈的为了信仰而奋斗 只有这样正义才能战胜 信仰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按照我们曾经做过的节目 无论是天堂存在的证据 还是灵魂出窍的角度上说 信仰 我能理解的 是我们真实的自己的灵魂的生命之所在 它的归属 它的真实的概念 凡夫俗子 钉在这块肉上 是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另外多次获得诺贝尔金像奖提名的电影制片人 美国著名的名门之后 叫做纳赛尼尔 他接受采访时说 如果这就是天国的话 那就带我进去吧 神韵把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心跟着剧情在此起彼伏 或喜或悲 我感到完全没有了自己任何的观念 而任凭着神韵 带着我在一个崭新的世界中遨游 他最强烈的感受就是 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中华民国 那大陆人就得说台湾了 他的立法院通过了一项法律 临时法案 这个临时法案其实对很多今天大陆人具有现实意义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华民国立法院 无意以全票通过揭示中共活摘器官救援中国良心犯 星期二的说台湾最高的民意机构立法院通过了一个临时提案 针对遭到中共关押的民主活动家 维权人士 法轮功学员 西藏人士 要求中华民国政府依照国际民权公约 关注并且制定法令 给予研究 提案说明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及加剧迫害西藏人士 全案无意义通过 也就是全票通过 朝野立委都表示支持 这个法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今天 在中国大陆遭受迫害的 他在文章里还提到说 他有一个四千多人的名单 今天在中国大陆遭到破坏 法轮功学员 西藏的一些相关的人士 这西藏人士 以及包括民主活动家 维权人士 你只要能够向 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个政府证明 你是遭到迫害 他也就能够核对成 你确实能够遭到迫害 可能你就可以以合法的身份 留在台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